嗨,大家好,我是布魯斯 继上一支影片提到过高股息ETF之后 又开始有年轻朋友在询问相关问题 什么是高股息ETF呢? 高股息ETF要怎么选择呢? 那其实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 关于我推荐的ETF分类 就是大盘指数ETF跟高股息ETF 但是其中高股息的始祖0056 在去年有稍微更改了一下成分股的设定 所以我想说就重新针对高股息ETF 来跟刚接触ETF的朋友分享 那对ETF陌生的朋友 我很快的懒人包介绍一下 首先你买ETF的买法就像单只股票一样 但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投资组合 ETF透过追踪特定的指数 例如台湾加权指数或是台湾中型100指数 就可以买进了那个指数中的数十只股票 但是高股息ETF主要是追踪高股息股票的指数 是指那些可能具有较高的股息收益率的公司 而这些公司通常都是比较稳定且配发现金较高的公司 所以买进高股息ETF也是一种稳定获取股息收益的方式 可是现在主流的高股息ETF当中 也就是0056元大高股息和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 要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其实主要也是要先了解它的指数筛选逻辑 还有其他一些设定 搭配上你的人格特质后就会知道该怎么选 但是在选择之前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就是要先确认你的投资目标是否正确 你希望获得的是什么 是要获取稳定的股息收益 还是长期的股价增值 因为高股息ETF在增值上 是不会像大盘ETF这样可以稳定往上的 我们要的是其每年带来稳定的现金流 好那当我们都了解到这一块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 今天我主要会针对高股息ETF的选择提出四个看法 第一高股息介绍 今天主要选手我想就先用目前收益人数排名第一第二的 0056元大高股息和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来说明好了 虽然00713的元大高股息低波动ETF 我在上一支影片也有介绍到 是梦幻队的选手之一 但是呢 以收益人数来看 00713还没进到前十名 而以市值来看00713目前是260亿的规模 相对于0056的2000亿以及00878的1800亿来看 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就先静静等它涨大 今天就先让0056和00878来上场就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档高股息ETF 在买进后等于一次帮你买进多少张股票 可以从图表看到0056目前成分股是有50档 而00878是有30档 那我们知道一次涵盖越多股票 对风险降低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点上0056算是有优势 那这边也要顺便说一下 0056在2022年12月16号之前 也是一样成分股是30档 但是就在去年12月做了一个大的变动 将成分股由30档调整到50档 涵盖产业也新增上限至15个 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什么 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就是让股价波动更稳定了 因为成分股变多 单一公司的占比变少 让ETF不会因为少数公司表现不佳 进而影响殖利率下降 让整体表现变差 再加上涵盖产业的增加 等于说0056在选股上 并不会局限于少数产业 所以这项变动是好的吗 看起来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从0056、00878 产业比重来看 虽然涵盖产业增加了 但是主要比例还是在前三大 0056是电脑及周边设备业24.28% 半导体业22.13% 以及电子零组件业8.47% 而00878则是电脑及周边设备业29.23% 金融保险业24.86% 以及半导体业8.81% 相信应该有聪明的朋友发现了 00878的涵盖产业虽然低于0056 但是却能缴出差不多的殖利率 就是因为其产业比重第一名都是一样的 比例也都在20%以上 那再来是半导体业两者也都有列入 但0056是第二名 00878则是第三名的比重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性呢 就来到下一个重点 第二选股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图表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产业比例上会有差异 首先是0056元大高股息 它的成分股筛选是采用台湾50指数 加上台湾中型100指数 共150只股票当中 挑选预测未来一年殖利率 前50名的股票为成分股 且每半年更新一次成分股 那再来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 是采用MSCI台湾指数中 评级为BB以上之个股 依照过去一年年化殖利率占25% 加上过去三年年化殖利率占75%的筛选下 选出30档股票作为成分股 同样也是每半年更新一次成分股 所以简单来说 0056是预测未来殖利率 也正因为如此长龙才会被列入0056 目前成分股占比第一名 因为它近三年的配息成长非常惊人 就算2019、2020年都没配息 依然可以进到第一名 但是相信有长期存股的朋友 看到这种配息不稳定的公司 就会先从选股名单删除了 那这样就会无法参与到其爆炸性的配息 所以这也是0056高股息ETF的魅力之一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00878 为何这次殖利率会低于0056 之前不是都不相上下甚至还有超前的迹象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选股策略 因为00878的筛选是依照过去成绩 而占比第二大的金融保险业 在过去都是自由升 每年也都缴出不错的成绩单 但是在去年金融保险业算是经历寒冬 所以在殖利率下降的同时 连带着就影响了00878的殖利率 所以实际上不管是预测未来还是参考过去 都有其风险存在 并没有绝对好的选择 所以各位朋友还是要依照自己的人格特质去选择 符合自己投资策略的ETF 这样在遇到逆风的时候 也才能有坚持下去的依据 OK那接下来看看大家很在乎的长期报酬率 第三报酬比较 我们来看看近三年0056和00878的殖利率 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殖利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了2022年0056的殖利率就达到了7% 这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挑选ETF而不是选择个股 就是因为愿意牺牲一点报酬率来换取相对稳定的投资标的 所以之前金融股一直是存股主的首选之一 而如今0056既有分散风险的特质 其殖利率又超越金融股 相信懂的朋友就知道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现在最热门的00878表现又是怎样呢 可以看到虽然不到7%的门槛 但是以其6.75%的高殖利率也是紧追在后 而我也不会看到0056殖利率比较高 就转向说0056比较好 外加00878金融股占比太高 现在就是只能买0056之类的话 我必须凭良心讲了 我的选择也还会是00878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再的说过 存股是长期的 是一种生活态度 它绝对不是那种可以让你一夜自负 还是因此变成富豪之类的投资工具 我很喜欢谢士英老师的比喻 存股像是种树 随着你之前的灌溉 当它开出果实之后 日后你就可以靠着吃不完的果实生活 所以存股可以让你不愁吃穿 而我也喜欢这样 这样就够了 所以回到为何会选择00878 原因有2 A 发行时间 相对于国民ETF0056已经发行了15年 00878才两年的时间 一次的差距并不足以说明 投资未来会比参考过去报酬来得好 相反的 我反而觉得才两年的ETF 可以跟学长0056不相上下 已经很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让时间来证明给我们看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保守的 对于持股喜欢参考过去成绩的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审视00878的表现 B 内扣费用 我在之前金融风暴再临的影片有提及 ETF在分配收益之前是有内扣费用的 主要就是保管费和管理费 而目前这两者相加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0056是高于00878的 虽然说只有差一点点 但是我们存股是长期的 如果在报酬率差不多的状况下 选择内扣费用较低的 就是在增加自己的报酬了是吧 第四配息状态 那当然配息频率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重点 除了在资金运用的灵活度更高之外 可以不用等一年才拿到配息 会让投资者的安定感更高 也因此才会有朋友问说 有没有可以月月配息的ETF 那对于高股息ETF来说 可以看到图表 0056目前还是年配 而00878是采用既配 所以这点来说00878就有了优势 我们知道在现金处处求快的世界里 要让年轻朋友愿意开始去做成效比较慢的存股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所以有既配息的00878就刚好提供了一点诱因 让年轻朋友可以稍微快一点看到配息 增加存股的信心 这点我觉得很棒 希望0056也可以考虑改成既配息 相信可以让收益人数再往上增加 那再来除了刚刚说的资金灵活度以外 其实如果一年都配一样的金额 但是在既配和年配上 在课增二代健保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二代健保是单比超过20000元股利的时候 需要课增2.11%的健保补充保费 所以如果你年配2400和既配6000元 其实每年配的股息都一样 但是年配就需要缴纳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而既配息因为单比没有超过20000元 所以就不需要缴纳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那最后还是不免俗要来懒人包一下 到底年轻朋友刚开始的ETF之路 要选0056还是00878呢 重点还是要看你的人格特质 先了解自己的个性 这两档ETF本质上一个预估未来 一个参考过去成绩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样保守的人 凡事都要先有数字为依据的人 叫你买0056你也会担心 最后还是会去买00878是吧 所以答案就是从了解自己的特质开始 那知道了就可以快点开始了 因为时间就是长期投资者的好朋友 越早开始越好 哪怕每个月只有几千块也好 好了以上是我今天的内容 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座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行 连转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积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减足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比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财经频道 张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小林 全球正经周报 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您知道 这个池子的水变钱 所以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房价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 都在恶化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